本港遇上世紀暴雨 導致多區嚴重水浸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懸掛超過16小時 其中沙基灣耀東村耀興道對開的一幅糊塗牆 發生山泥傾石 巨石泥頭塌下來擋路 屋邨附近爆水管 導致四棟樓沒有食水和鹹水供應 特首李家超星期五下午5時多度試測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向他講解山坡淋石的情況 李家超期後會見傳媒說 極端情況警示是首次發出 市民需要熟習極端情況的安排等同8號封球 今次黑色暴雨警告所帶來的預料 是百年一月的 在數字方面 在24小時內 就落了我們全香港 全年四分之一的預料 概念來說 可以說是90天的 我們是一天集中全部落在香港 所以它所帶來的水浸和山泥傾斜等等的情況 是嚴重的 相信天文台也解釋了 在現有的科技能力的限制 在暴雨的預測比台風的預測還能很多 被問到在發放信息方面有不足 特區政府會不會向市民之歉 李家超就這樣回應 政府首要任務在應變 就是確保我們對於事件的處理是否足夠 當然每一件事件 我們都可以有一個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追求 希望市民都明白 政府在這件事件的全程投入 以及想盡我們所有的方法 去令到事件所引起的傷害 減到最少